你 好 好了 大家都散了吧 散了吧 散了吧 记住了啊 千万不要睡觉 走吧 走吧 几位 请留步 这是在办喜事吗 怎么一个个都灰头土脸的 不想说也没关系 请问这附近有没有客栈啊 在下实在是困得不行啊 看你 娘 我真的好想睡 我已经十天没睡觉了 千万不能睡 你怎么扎自己的孩子 还不是因为你 我没事打什么哈欠 好了 好了 甭管他了 大家都回去吧 记住了 千万不能睡觉啊 千万不能睡觉 他们怎么 你是不是在找客栈呢 是 我就是客栈的老板 这冯月山城的人呢 都给我叫何老爹 你跟我走吧 好 多谢了 这就是我的客栈 原来这是你的家啊 那刚刚出嫁的 不会就是你女儿吧 今天出嫁的 的确是我的女儿邱毅 来 咱们进去聊吧 送 喝老爹 嗯 就剩点地瓜了 凑合着吃吧 喝酒吗 喝老爹也来一起喝一杯吧 来来来 来 对了 对了 何老爹 今天是您女儿出嫁的日子 您不是应该去庆家喝喜酒吗 这喜酒啊 不喝也罢 你女儿嫁的是什么人啊 不是人 我女儿嫁的是妖 妖 就是这个妖啊 害得我们枫月山城鸡犬不宁 这十来天哪 没有一个人敢喝着眼睡觉 何老爹 您先消消气 咱们边喝边聊 就在我们枫月山城 南边不远的地方 有一片桃花林 它的名字叫做 梦园圣境 传说呢 这林子里住了一个桃花仙 她一直庇护着我们山城 保佑着热恋中的男女 传说 只要谁能得到桃花仙 赐给她的一片 千年桃树的花瓣 她就能在梦中 看到未来的姻缘 我女儿邱毅 不知前世做过什么孽 生下来便双目失明 故此她一直未能找到婆家呀 那您女儿 是去梦园圣境找桃花仙 指点姻缘去了吧 她的确是偷偷地去过了 从此呢白天她就到梦园圣境去 直到晚上才回来 我和邱毅她娘呢 总觉得这事有点不妥 但是无论我们怎么问她 邱毅啊 就是怎么也不肯说呀 任意 说得回不得了 你们 Shut up 不 看来她干啥 别闹了 你快出来 我有话跟你说 我也有话跟你说 多少岁月 我在这梦缘圣经 会时间痴情男女 汽笛意愿 但其实 我也在等待 缘分的道理 而你 就是我苦等千年的人 秋衣 我们成亲吧 我也想跟你成亲 我想每天都陪伴你 可是 爹娘好像已经怀疑了 我怕他们不答应 你可别忘了 我是法力高强的桃花仙 我可以幻化成人 明晚我就去跟你爹爹提亲 然后呢 在这圣经桃花林里面 建一所房子 与你相伴终老 那 万一他们不答应了 一次不成 那就百次 百次不成 就千次 总之 我不会再让你孤单一人 我也不会再让你忍受千年的孤寂 我可怜的女儿 被那个妖怪给迷住了 这可怎么办呢 怎么就被那个妖怪给迷住了呢 娘 家里今天还有客人 娘 你怎么哭了 娘 就是因为你可腰色痛 把她滚下来 是 爹 又人她不是腰 她是桃花仙 仙 仙怎么能勾演良家的闺女呢 她是腰 舅易啊 你啊 就被那个妖怪给迷住了 娘 不管她是妖也好 仙也好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我答应了 要跟她成亲的 你 你 你 娘 你们放开我 你没事吧你 娘 娘 你没事吧 舅易啊 那妖怪欺负你的眼睛看不见 但你爹爹的眼睛是不会看错的 娘怎么能让你嫁给一只妖呢 那娘还是人嘛 娘 就求你答应娘 不要再见的 不要再见的 不能嫁呀 难道就让你娘死在你的面前吗 娘求你 娘给你跪下来 娘 娘 我答应你 我不见她 不嫁她 好 好 不嫁就好 太好了 不嫁就好啊 不嫁就好了 我都别想 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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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上来 我的为啥 你毁了我女儿的名捷 你还敢来这儿山城作戃 好 收死她 快 收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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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她 何老爹 我虽然是姚 傻子 让我对秋夕是真心诚意 你就成全我们吧 邱义已经决定 不会嫁给你了 我不信 除非我听到邱义亲口对我说 否则我是不会相信的 不可能 收拾他 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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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老爹 我求求你 就让我再见邱义一遍吧 杀他 邱义 邱义 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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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娘 邱义你不能去 不能救我 邱义 邱义 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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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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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了 邱义 杀他 杀他 邱义 杀他 秋衣 你怎么来了你啊 秋衣 有人 我们就是要 受死这个妖怪 对 受死 不要问你 受死他 我求求你了你 我已经答应你了 我不再见他 也不会嫁他了 什么 秋衣 你在说谎 秋衣 跟他再说一遍 我不会再见你的 也不会嫁给你的 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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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衣 难道你忘了我们 在桃花树下的誓言了吗 没有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那你真的不再爱我了吗 不爱了 你走 你走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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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啊 走啊 走啊 快走啊 走啊 赶紧嘴儿 快 走 走啊 是你们逼秋衣说谎的 你们都将受到惩罚 走啊 你们都将一直生活在恶梦之中 直至把秋衣送家到梦园圣津 跟我成亲为止 悠然 秋衣 我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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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 天降桃花雨 桃花雨 半风而逝 洒落在我们山城城民的 每一个人的身上 后来我们倒下便睡 做了同样一个噩梦 梦中 梦中 我到了梦园圣静 但周围 飘着红色的桃花呀 血红血红的 忽然 桃花药 朝我们走过来 这就是你们的噩梦 要是在噩梦当中被我抓住了 那就永远留在噩梦之中 难怪你们不敢再睡觉了 那在梦中被桃花药捉去的人 又怎么样了 那你随我去看看去 我老婆子呀 就是在噩梦中 被桃花药给抓去了 已经做了整整十天的噩梦 我甚至用烧红的铁丝烫她 都不能把她叫醒啊 可来她现在还在做噩梦 做了整整十天的噩梦 你明白那种恐惧吗 像她这样的 山城里还有十多个人哪 这真是人世间 最痛苦的捉迷藏了 对了 孟原圣境 离枫月山城南边不远吧 你想去 当然了 我这次离开故乡 随缘有力 就是想看看 天下最有趣的人 和最有趣的事 妖呢 我还没见过 桃花妖成亲 更是不能错过 你以为我能这么轻易的把女儿 嫁给那个妖怪吗 你以为我能这么轻易的把女儿 你以为我能这样崩克 他里面说 把女儿的脖子 还是找到女儿 我能这么轻易的把女儿